周五半晚 我们突然在群组里看到一条求助的消息 有一车去打猎的青年在进山的时候突雨暴雪 被困在了山里 因为事发突然 我们很难组织起更大的团队去搜救 好在有一位月经验丰富的朋友胡七刀刚刚回来 于是我们临时组织起了一个双车团队 进山搜救 因为现在这雪比较大 所以我们得要开两个多小时才能到 如果要是雪不大的时候 其实应该一个多小时就能到 这片位于库拉多州中部的森林 野生动物资源十分的丰富 其中的路网也是错综复杂 由于没有准确的定位信息 这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搜救难度 给轮胎放弃以后 我们快速地进入这片森林 看着雪还不太大 尽快开始搜救工作 雪还还有供卫包的供带 那就是这样了 再来一遍 慢慢走 哪里 摄影 随着我们深入森林 路况变得越来越复杂 路况变得越来越多 路况车都不会吓死了 飞着就冻冰了 因为天已经完全黑了 大雪也掩埋住了我们用来搜救的车折印 再加上被困车辆 虽然没有携带任何有效的通讯设备 但他们打猎路营的装备 应该足够他们坚持一个晚上 安全起见 我们决定先扎营 五月 五月 雷